港大民意調查在今年首季以電話形式訪問了超過500位在職的80後和90後 發現有超過三成的年輕人最想達成的夢想是買樓 但對實現這個夢想就沒有信心 受訪者的夢想成真指數平均只有5.9分 受訪者中不足三成人會先儲蓄後銷費 每七人更有一人是月光族 有理財顧問認為現在的年輕人沒有儲錢的能力 變成月光族成為他們不能達成夢想的主因 並且認為要改變消費模式 學習理財方法才可以改變現狀 先儲蓄後銷費的模式 亦都可以幫助我們 去盡快達成我們的夢想 現時儲蓄的利息遠低於物價通脹 去鼓勵年輕人學懂投資 並找一些具有發展潛力的行業和工作 實驗夢想 香港風頻電視記者葉曉南報導 阿聯他官司 罷了 阿聯他官司 谢谢大家